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跟金沙中国合作之前 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个比较小型的 供应着酒店、小型的超市 五个伙计和我 一部很小的800公斤重的小型货车 在2004年 金沙中国是第一个在澳门 当时澳门的赌牌开放 金沙中国第一间在澳门落点 我们作为配送企业 就叫我们尽量找机会 我们都投标去争取 做这个金沙中国的业务 百分之一 一种商量的货转 是一种商量的 在商量的货车 是一种商量的 商量的货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最初的市场 非常有很多商量 需要用于 一个商量的货车 商量的货车 泥有很高的高質素和健康 所以地區企業不太常用於這些的規則 他們需要更加更加的知識 更加更加的服務 也需要一些投資資訊 在這個過程中 由於當時我們的設備很普通 包括我們的員工都是一般的 公司也提出 第一,要求我們一定要配送時 用冷凍車,全封閉 當時我還要求我們很小的企業 澳門這麼近,需要這樣做嗎 他說不行,你們一定要慢慢成長 這是一個過程 在過去我們合作以來 從歷史聯合作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一直成長 一直都受到金沙中國的有關部門 主要都是取靠部門 Eco someone 主要是要求新人 可以提供新人 是要求快樂的 是很多時emi 我覺得它有大學 我們可以揭 Storage ナ去把家人辦理 照顧遵守我們 我們如同時 在一個功能 我們會寄成寫的工具 硬工人 我們找到 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 看到他们的情况, 我们给他们提供他们的提供 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的提供服务。 每年,两年, Santichina提供服务的课程, 提供服务的课程, 提供服务的课程,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课程。 我认为他们会选择, 而且他们会学习 什么是美国的课程, 包括服务和服务的品质, 以及游户的颜值。 在我们的负责,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那里磨合。 我们觉得对我们这个业界 起到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 从质量到产品, 是一个很大的飞跃。